早安,7月2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二次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政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Ravi 昨晚美股是个别发展 科技股的沽压好像未完 导致相当大幅波动 最多五百多點 但之後升幅幾乎都蒸發 而港股方面 臨近期只結算行止夜期升至五十四點 待會問Rafi 怎樣看 最新的市況 尤其是內地昨天下午推出了一個刺激消費的措施 究竟受惠股可以怎樣選擇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言難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價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歐洲股市亦普遍受壓 多項美國經濟數據出爐 第二季GDP增長加速到2.8% 好過市場原先預期的增長2% 而核心PC升幅都高過預期 但六月份內用品訂單出乎意料急跌 日元近日持續轉強 吐息交易活動曾經再推高日元 對美元一度升超過1% 但美國GDP數據公佈之後反覆迴信 美匯指數靠穩 今價一度急跌1.8% 焦點美股 福特汽車業績遠差過預期 股價插水1.8% 上日急跌Tesla反彈2% Google再跌3% Meta據報面臨歐盟反壟斷罰款 股價曾經跌4% 收市跌1.7% 相反IBM業績理想 股價升4% 是最強的道指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麥受惠於內地設備救援新計劃 京東美股一度高港股5% 收市形現升超過3% 截算部102.78 網易升近1% 腾訊和阿里比港股升0.2%至0.4% 美團和百度微跌 匯豐控股ADR至算部66.89% 比起本港收市價升超過1% 友邦和健康輕微偏遠 比亞迪升0.8% 小鵬和理想升1%至2% 今早有外圍市況 美股期貨是靠穩的 道指期貨4281.89 而亞太區股市方面大致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37. 日經平均指數37906點 南韓股市升0.3% 澳洲市升0.6% 新西蘭市輕微升6點 恆指黑期的表現 黑期也靠穩定 20多點 先和Rabby談談外圍市況 今星期四、五是美國經濟數據重頭戲 昨晚公佈了第二季的GDP超預期 暫時看聯儲屋9月的減息預期 還未受到影響 當然還等到今晚公佈了PC通脹數據 但美股方面大家應該比較關注近日 接連有些企業業績 公佈了有些投資者憂慮企業的狀況 加上最近幾天都在說日元 肚息加上去拆倉 環球市場受影響 之餘其實一些受追捧的支撤 好像之前升得很厲害的 黃金和Bitcoin 其實也回落了 你現在怎樣看拆倉日元的問題 會否影響繼續 以及美股現在是會否再有更大的調整 还是怎样呢? 我想短期的美股波动性应该是持续 因为最简单的 除了看近期的数据 看个别汇价的因素之外 其实最主要认为美股仍然是波动的原因 就是看VIX波动指数 其实昨晚 虽然美股昨晚曾经有抽上去 但是迷单又下回来 就是升几点 但是你看到昨晚的VIX 其实虽然也是浪的 但是迷单价仍然是升的 虽然不是很高的水平 但是去到18点多 这几天的标的幅度是明显的 虽然距离可能是如果转高位 或者过去几年 大家在COVID 里面见过那些5.60的高位 就未有多的 就未去到一个很恐慌 但是你说这样升上去的话 意味着短期的美股波动性 或者调整的压力还是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说暂时如果这个因素没有特别调头的话 那你当着美股还是调整 但是我想大家经常都要最后问一句就是 究竟是调整还是转势 要再调好深呢? 这个是其实不断这几天都大家在想这个情况的了 但是说真的这个就没得去估计 或者是估不到 但是如果以目前这一刻的环境上看 当着一个调整先 因为其实刚好就是一来 日圆又要拆仓 变成很多资产 很多钱都要不跟它流走 去动就动去 表现上是加剧了波动性 以来始终说真的美股本身也是累计上升了非常多 还有最近刚好你看到特别的科技股 有部份其实因为上升了很多 说真的那七只最明显的 有部份业绩又不是特别对版 譬如Tesla 你一两只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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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未逆转或是要再更忙的地方 就是因为未来还有其他企业会业绩 特别大这几只 可能是Apple Microsoft也好 也会 假设这一只又有一两只做法好的 又会突然搞回信心 其实市场可能调整完之后又会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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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直以来很低的坐上来 其实暂时不是太恐慌的 只是赚少了 我就说 但是未入场的 如果一直想入场也好 可能先让它稍微静一会儿 始终你看到近期也不算很静 例如昨晚我刚才都说过 Dao虽然放下来 莓佛科技股 譬如NVIDIA都放下来 但是最后又落下来 就是一个很快 那种情况 跟以往其实资金 很喜欢坐在内部的情况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短线来说,市场应该会比较反复一点 我觉得如果要部署多人,观望会比较好一点 是,可能要等多几份大业职出来 再判断一下走势有没有变 暂时短期也要影响一下气氛 讲股,看看上日表现,转会问Rafi怎样看港股 大市昨天低开后,越走越低 曾经跌了346点,低位见16,964点 就是4月底以来的低位 恒指收报17,04点,跌306点 成交亚1057亿 波子跌2%,收报3421点 美团跌5%就是最弱势的蓝筹股 腾讯跌3%,小米跌2% 晶片股ASMPT在急跌超过1成 而今价会员金矿股挨沽 指金矿业跌5%,招金跌1成 长华系个别股份逆时向好 电能事业升2% 长剑升0.8% 曾经创52周高 内地撑家电已够缓身 家电股在美市突然抽升 海依自家升5% 海顺家电升7% 北水盘路 北水全日录得46亿6千万的淨流出 上一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走资 已经要数到今年2月份 个股方面 资金主力买腾讯 全日录得5亿5千万的淨流入 而建行亦都吸资1亿2千万 淨流出方面 今年北水大举流出指数ETF 影副基金走资超过21亿 南方恒生科技ETF走资10亿 恒生国子ETF也录得7亿4千万的淨流出 继续和Rabby谈谈谈股方面 又创3个月低位 看到近期成交也很偏淡 但昨天起码上升1千亿左右 近日的走势也差了 因为失手了1月以来的上升轨 昨天还曾经失手了1.7万 虽然有些人说1.7万也不是很大的支持 你自己怎样看 更大的支持或应该看哪呢 还有最近银行也出了招 港股或A股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是的 其实港股当然还是比较弱一点 甚至比自己预期还要弱一点 因为始终 看内地来说 虽然不是很大的大招 大惊喜 对于三中之后 但起码在过去的几天 比如说负费政策 也有减压息 降压息 例如说OMO也有利率 LPL 或者MLF也有减了20点 其实大的方向也是在下跌 那个方向也是在下跌